刚才家长主打的就是一个最优势教育 儿子上课喜欢叠纸飞机 父亲直接买了一箱S纸 让车到凌晨两点 不要哭 好好折 老实说不是这样折 你整很好的 折 好 去按帮钱一包 刚好回家追着妈妈电摇 内罚电摇三十分钟 要动再动就重新开始 刚才用了这什么姿势队伍 你就一直保持这个动作 知道没有 这是你刚才做电摇的动作吗 这不标准啊 弟子什么都不干 只想看电视 妈妈直接让孩子看了个通宵 哈哈 还有这种好事 有点困 小睡一会 儿子起来继续嗨 甚至还和爸爸两班倒继续监督 孩子不想上学 妈妈表示可以 那你得捡垃圾还我学费 你可以小的不讲 如果不讲的话 你今天卖钱卖的不够 你本来算就没有事了 费了一天下来 只赚了三块钱买了碗面 这边特好吃 吃饱了不吃了 那走 好爸爸妈妈该吃 有问你们一天上学吗 上了 儿子吃完自己的泡泡糖 还像小妈妈的 妈 也不急 我累了 我捡起了泡泡糖了 哭够了吗 能不能好好说话给我 我们是不是说好的 每人一个泡泡糖 然后我们四个人 四个泡泡糖 是不是 那你吃了你的泡泡糖 为什么要给我要我的呢 多操作 放在整个养娃界 也是相当炸烈的 分享是与别人寄愿的 不是你主动去要 人家不给你 你还生气 孩子 我讨厌没有边界感的父母 我讨厌有点大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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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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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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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happy我不happy 哥们以其人之道 还其人之声 你不急我也不急 孩子在幼儿园打人怎么办 他要打人 你不要跟他玩 小心他要打人 不要跟他玩 小心他要打人 不要跟他玩 小心他要打人 小心他要打人 不要跟他玩 你happy我不happy 排队这一节父母 好像有点难待 我妈妈被你咬了 我妈妈 你背着 你接着我被你咬的 我妈妈咬了 小小小没见过 我妈妈被你咬了 我妈妈被你咬了 我妈妈咬了 她的鞋子 鞋子太矮了 我也是无聊 我看宝购要拿她 我也是无聊 我看宝购要拿她 我也是无聊 我看宝购要拿她 我是爸爸 刚拼我一个力气大的妈妈 是真是我的福气 白贝 你告诉叔叔你是怎么受伤的 你可能你这么小生疤 我吃这个一点 那不是不说干了 那是要紧给你 爸爸多少是有点才艺在身上的 看爸爸 爸爸给你表演土泡泡 你看爸爸 爷们你真是我活爹呀 你戴个眼镜满脸嘎的 你送我一口绿色年弦的